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不识不报 时候未到 他们四倍决赛 石玉琪因商退赛引发轩然大波 无论是看球的人还是当时的对手陶田 似乎都无法理解石玉琪的这个决定 而石玉琪也因此深陷舆论风波 忍辱负重至今不愿回应 不知所以的陶田当时似乎也是疑问重重 难以理解 在赛后世界语连的采访中 虽表现出很高的修养 没有过度攻击的语言 但瑟瑟缩缩犹犹豫豫之间 还是难言对石玉琪退赛的反感情绪 而日本的相关媒体更是以石玉琪 not a sportman大肆鄙视之能事 此时我想问一下这些媒体 what a sportman kinto momota 俗话说做人得收着点 出来混都是要还的 如今当陶田的质疑还没有撤离过去的时候 他自己却在几天之后的法国公开赛半决赛上 选择了半途商退 据说是要商发作 而问题是这一次 他的对手不是别国球员 而是本国本协会成员 这里必须要强调对手是内战的原因 是有一个科普 大多数球友应该都不清楚世界雨联的这个规定 如果比赛双方同属于一个协会 那么任何一人退赛 双方皆本赛积分为零 这是为了防止作假 也正因为此 陶田一再坚持希望打完比赛来着 但无奈第二局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 跟教练商量选择了退赛 看 有时候 可能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做人如果不够保守 随时张口就喷的话 有可能转过身 同样的境遇 马上就会落到你的头上 此时的问题是 当你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十几分退和二十分退又有什么区别呢 同样的是你们都在坚持 但差别却是 什么时候是临界点 临界点到了 别说一分 半分你都坚持不下去 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一模一样的拼尽全力的开头 和一模一样疼到打不下去必输的结局 陶田是不是该跟时遇期 就世界雨联的采访时所说的话 道歉呢 时期的退赛对陶田没有影响 但陶田的退赛却支持自己队友 苦苦奋斗 却被一直压着的 常山干态的积分丢失 孰轻孰众 就不用我说了吧 这里要提醒一下 那些狭隘民族主义者呢 就不要跟着瞎起哄了 我只是借此事件对照说明 并非蓄意攻击陶田 也做不出放大美颜我方 贬低丑化他国球员之行为 我一向很推崇也很敬仰日本球员 他们是商业性球员 品质很高 任何时候没有因为笔分落后 就各种小动作不断 或者假装伤停 贴个窗个贴什么的 来拖延或者是休息 非常的敬业 只是这次刚好两次事件都落到了陶田身上 才点名他来讨论 而且我必须要说 即使陶田质疑了时宇齐 然后自己又商退 我依然会敬仰他 因为他球技高超还很敬业 加上完全听不懂中文 并不知内情 倒也情有可原 这里我要警告一下 无意中点开我视频的某类人 在我的视频里 你永远看不到 打脸吊打一类垃圾中文词汇 我很尊重球员们 哪国球员都是十几二十年 许拼出来的 而不是靠造假美颜 披图各种叫老铁就能爆红的 请不要把娱乐明星和网红身上的那套东西 带到他们身上来 如果 我说如果 如果陶田能懂中文 或者此时有人告知他 时宇齐当时的那句中文喊话 我相信 以我这些年所关注到的陶田 他会重新理解 时宇齐当时的那个决定 人就是这样 有个成语叫同病相连 你只有跟他有过同样的痛 才能达成共识 而中国还有另外一个成语 叫做感同身受 虽然这个成语的本意并不是这样 但现在我们都质疑了 就取这个质疑的意思吧 只有当你感受到他人身上的感受时 你才真正的成为了一个 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俗话说叫长大落 而此时 你与真相的距离 就只有0.01公分 对了 这里还有一点必须强调 大家注意看一下下面这段视频 瞧 是日本队的教练 去问陶田行不行 陶田表现得很痛苦 然后是教练让他退赛 并拍拍他的手 安慰他 没关系 而我们呢 就商负发想退赛 我们的教练 却不让 你让我说什么好呢 我希望石头能早日恢复 陶田也一样 只有他们都好好的拼命 我们才有更多精彩的比赛和好故事 可以说 好的感谢观看今天的视频 我是胡言不乱女 我们下期见 哦对了 如果你确实还愿意听我老刀的话 记得一键三连哦 记得关注哦 有那么一丝丝勉强 都不要点了 感谢 拜拜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这样 hair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